大家好,我是小高姐,今天我们来炸伞子 伞子一定是要吃酥的,所以我今天教大家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 可以把这个面粉变得很酥 首先就是面粉里头加一点盐之后呢,就加油 然后就上手搓这个面 这一步就是让这个油完全包裹住这个面粉的颗粒 阻断它的面筋形成,这样子这个面炸出来就很酥了 你这个面搓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它就可以了 然后给里面加水 这个地方你要调整你的水的用量,把它油成一个中等软硬 甚至稍微有一点点偏硬的一个面团 饧面45分钟 45分钟之后呢,我们过来轻轻给它一揉,这个面就关了 然后我们为下一步做准备,把它擀开 你可能觉得它擀不开,不要紧 能擀多开就擀多开 然后盖上盖子,再给它醒15分钟 15分钟之后再来擀它,它就不会回缩了 擀成一个薄片,然后给它用油封一下 传统的伞子就是把这一大坨面要揉成长条 然后醒面,然后再拉长,再醒面再拉长 是一个繁琐的一个步骤 我们这个地方给它简化一点 即便是简化呢,你也是要行很多刺面 要让它松弛这个伞子才会拉得很细,才会拉得很长 这个地方你可以用菜刀切开 如果你有这种切披萨的这种刀的话 轻轻的一滚也很方便 然后把它每一根给它搓圆了 碗里倒一点油 把这些长条呢,就都用油给它封住 最后醒面两个小时以上 两个小时之后呢,你就拉出来一条,缠在手上 你缠的时候你可以调整一下 有的地方粗的话,你可以轻轻的拉一下 然后最后放到筷子上的时候,我们集体给它拉长 你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撑住它的劲,不要使劲拉 一使劲拉它就断了 下到锅里之后呢,给它几秒钟轮 它先定一个形,然后把筷子对折过来 你对折过来之后呢,这个尾巴就自然就散开了 形成一个非常漂亮的扇形 两边都给它炸一下 等它完全定型之后呢,轻轻的把这个筷子拿出来 等到这个两面焦黄的时候呢,就可以出锅了 你放凉之后呢,这个伞子是非常酥的 你看到我拿手指这么轻轻的一压 它就碎成非常小的颗粒了 这个我用了一个小油锅,炸了一些迷你的伞子 吃起来没有压力,你要是愿意做大一点呢 你可以把面饼再擀长一点 甚至可以再用一个大一点的油锅 对于先手来说,砸这个伞子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但是如果你比较有耐心,一步一步做下来 最后砸出非常漂亮的伞子 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好了,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请你点赞,关注,加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大家